北往南延燒 为了声援台北自由广场的静坐活动 在台南成功大学静坐的学生 历经昨天风雨的考验 今天进入第三天 人数依旧维持在十多名学生 上午还有家长和民众前来声援 甚至还有人要捐钱 但是都被学生婉拒 成功大学光复校区的静坐活动 进入第三天 天气比前一天好多了 已经没有下雨 尽管气温仍然偏低 但是民众支持的热情 却不见 有人偷出皮夹说要来捐钱 但被学生婉拒 有人是以行动表达支持 像这位张妈妈从周日晚上 就来陪学生静坐 我被这些孩子感动 这个理念太好了 这个是为了我们国家 每一个人民 还有这位父亲 他的儿子也在台北自由广场静坐 于是他也来为学生加油打气 同样的静坐场景也出现在高雄市街头 十几位来自六所大端院校的学生 透过网路相约发起静坐活动 甚至有人脖子受伤 还是要加入静坐行列 学生们的坚持就是要政府不要再视而不见 台湾应该每个人都有声音可以表达自由表达权力 我觉得他们这样 忍处理忍反应 反而激起我们的动力 因为他可能忽视 觉得说在自由广场静坐学生不够多 所以我们更觉得说 全国给他坐下来的时候 静坐下来抗议 原本互不相识 他们为了同样的诉求走上街头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来加油打气 准备了饼干 一箱一箱的茶水 还撑起了大雨伞 这群学生们准备长期作战 直到政府给个答案 民事新闻南部 综合报道